中文字的難度面向難是難在它 在設計的字數上面真的太多了 因為一萬三千多字 那我們曾經做過統計 如果你打算要做一套好的字型 基本字型 一個好的設計師具備經驗的 平均算下來一天只能做十個字 那你想想看一萬三千字 一個設計師如果獨立來負責 他要多久的時間 一個產業不應該是這樣 有討論熱度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新的字型產生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尤其你對自行認知更深入 其實越害怕 做一套字型的難度真的非常高 但是我們那時候就跟 也是內部討論這一點 我說折放站在去年的當下 站在那時候 我們既然是一個決心要投入這個產業做改變的 必須從我們開始投入 所以我們決定做自行 不同的字體它會有不同的情緒跟風格在裡面 就是同一句話你選用不同 像你用黑體打出來 用明體打出來 用凱數打出來 你看到好像就會聽到不一樣的聲音 就是每個字都是不一樣的聲音 像不同人在講話 譬如說你要做一個設計作品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挑選字體的話 就很像 真的是像導演在挑選演員一樣 你要找到適合的演員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適合很搭的 讓我們來看